哈喽大家好 今天呢咱们来推荐一个高端的机场 你们不是都说我推荐的这些垃圾机场吗 那其实呢 高端和低端反而是最容易推荐的 因为高端的话它确实稳定贵 然后低端的话确实便宜量大但是不稳定 对吧中端的其实是最难找的 那今天呢我又在专线机场里面找到一家 很有性价格的机场 那这家呢和猫熊一样都是属于 基本上是超一线的机场 但是和顶级机场 比如说那个什么奶昔啦 奶昔特有护日转线啊 一般的这个转线机场呢 也就只有护港转线 这样的 这家机场呢是 咋说呢 这个49元这套餐呢 其实不推荐买 你们详细听我给你们讲讲就知道了 这家最推荐买的套餐呢 是这个 专线访问 119.99元 然后寄付基本就是40元一个月 以后有1000G的专线流量 它家几点都是一倍率 那我给大家自己讲讲 这家呢开的时间不算长 大概是两年左右 然后我接触这家机场呢 大概也只有一个月左右吧 嗯 接触时间不算长 其实本来没怎么敢推的 因为这家呢 第一开的时间不算长 第二呢 它家在 开下之后放出过几次 5折和6折 优惠码还是循环的 总感觉这家的那个成本呢 有点问题 但是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一家机场 L-O-I L-R-N-G LINE他家的 他家的机场 人确实不多几百个人 但是他是个IDC 他是自己做专线 然后卖给别人的 就像这样 这一家呢 也是专线是自建的 应该也是用了LINE它那的 然后自建的 基本上他可以自建一个机房了 这家机场主说呢 以前是用的微云的IPLC 然后这个专线挺好的 大概拉了15G的专线 然后现在呢 是自建的专线 它家的节点不多 真的不多 我再看一下 大概就三四十个吧 每个地区呢 基本上都有三个 就是一个 边缘访问 核心访问 专线访问 这样的 它节点确实不服用 你看每一个地区的节点就一个 确实没有服用 这点就 没指没道歉的说 那个手条 数条 它家三百多个节点 确实很吓人 全节点一倍率 所以说买了专线节点的用户呢 就安心的用专线节点 然后全套三解锁六媒体 它家呢 我推荐的另一个原因呢 是它家的那个专线的入口呢 是电信和联通的 我推荐的以往的那些专线呢 基本上都是移动入口 就是算是IEP2嘛 因为也比较便宜 在专线里面算比较便宜的 但是也算是专线 也很稳定 也不过强 它家呢 是电信和联通入口的 所以说电信和联通用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然后我实测了一下 我切成 移动的时候呢 这个油管也就是十万多的样子 然后用猫熊的话大概有个十八万 但是我切成我这的电信的宽带的话呢 用这家看油管有个十八二十万 然后猫熊呢也是在十六七万左右 所以说这家还是比较适合电信和联通去使用的 然后论流量单价的话呢 这家比猫熊和新X有合适 因为这家呢 你买了季服套餐 一个月是1000G的专线流量 那其余两家呢 基本上都是在 一元八G 九G左右的单价 它家呢 还有专属客户端 你们可以在这里去下载 安卓 Windows 还有MacOS 这样的 它家不限制客户端数目 但是进去转卖 说你转卖这件事呢 就像起了前两天我推的宝贝云网嘛 然后有很多人反馈 他说是这样炸了 因为老板另一个哗啦啦机场呢 是专线节点啊 限制客户端数目的 他开这个机场呢 就没限制客户端数目 结果有人就转卖了 大概有十后几个人在用 带宽直接跑满了 也就很难受 最近好多了 因为他用了那个动态线素 但是完工风的表现呢 也跟那个 奇异差不多了 这算是多差了一嘴 然后他家呢 这个边缘访问是广州移动的 总转啊 广州移动的 呃 大家看这个价格 50元基辅一个月 也就是15元吧 差不多 80J的流量 而且还限速100兆 所以说这个套餐 真的是不推荐 推荐的呢 是另外两个啊 一个是这个核心访问 核心访问呢 是IEPL中转 也就是说是 移动入口的专线 中转啊 广州入口的 嗯 这家这个呢 就是跟一般的机场的专线是一样的 然后他家还有一条自建的专线呢 专线方面是电视连通 入口的 然后这个呢 是比一般的机场 比一般的专线机场也要好的 当然特别加是香港的专线啊 像奶昔那种日本的专线 价格太贵了 呃 你们有钱的话去买奶昔吧 价格比这贵多了 多的多 他家呢 最低也是寄付啊 所以说还是建议寄付啊 所以说半年付和年付有优惠吗 年付的话能便宜个几十块钱 这样 全节点一倍率啊 真的是很良心 你说我买了专线啊 然后你还在我的这个套餐里面 给我放了个边缘访问 也就是说是 一般的中转节点 那我怎么 对吧 那我肯定不用啊 谁用谁傻瓜嘛 然后 其实他们家这个70万套餐嘛 其实也是专线 就是和别的机场一样 都是移动入口的专线 然后只不过他家这个专线访问呢 确实比一般的专线要好一点 但是他家呢 这个可能 这个接连策略没做好 然后再加上线速500兆 导致测速图看起来不好看 也可能是我这儿的原因 我看别人测速图都挺好看的 这个是接连分析 接连分析又刚才测了测 也有那个广州移动的入口 还有广州移动的专线入口 并且还有那个哪儿的呢 我也忘了 上海还哪儿的 那个移动和联通入口的IPLC线路 这是这样的 流媒体解析是在这儿啊 流媒体 流媒体其实香港的话 是一直在解锁的 其余的地方 其实解锁的不算多 这不算多 但大家的接连种类呢 还算不少 像是香港 台湾 日本 韩国 印度 澳大利亚 美国 法国 英国 乌克兰 巴西 俄罗斯 土耳其 还有阿根廷 菲律宾都有的 基本上你能常用的这点 这是都有的 然后就是测速了 测速的话 反而这个新加坡的这个 核心防问能高一点 哎呦我去 不是这张图 待会我再给你们贴一张 这张是我用的那个 它适用的套餐 也就是说这个核心防问套餐测的 待会我贴一张这个 专线防问的测速图在下面 贴一张专线防问的 这个核心防问呢 就是IEP2中转嘛 然后它家都是腺素500兆 大家都懂的 但腺素500兆 这个进展能跑到700来兆 还是挺不错的 忘记放那个 专线访问的那个测速图了 待会给大家更新一下 然后我现在是 现在是电信宽带啊 电信宽带用的是 我给大家看一下 看油管的这个速度 我这这个墙线真的不行 这个 在这用和比我在上一家 那个度的房子用 确实差不少 先看一下4K吧 这哪是4K啊 这不是4K 我换一个 4K现在是12万啊 电信 大家能看出来 这个延迟还是挺不错的 让我看一下8K 嗯 翻车了吗 13万 其实 严格来讲呢 很多的这个 专线机场呢 甚至它的延迟 还不如中转机场 速度也不如中转机场 但是它毕竟是 专线嘛 专线就是高贵 对吧 看一下这个 新加坡的这个专线访问 找个8K视频看一下 21万 现在是21万 17万 我这个电脑性能有点垃圾啊 16万 大概大家换一个 那个 新加坡的核心访问 试一下 这个是IEP2中转的 那个线路 18万 大家也能看出来 这个其实也是专线 这个是 IEP2中转的 然后我们再问 华虫专线访问 试一下 这个是电信和连通入口的 也就16 7万这样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那个 猫熊的节点 猫熊呢 我这用一个 iPLC 你看我这用起来 这个像是这种移动入口的 这个 转线 它的延迟会比电信和连通入口的 大概高个 十几毫秒吧 不过这也是转线 现在听完到了HK 猫熊的价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呢 论性价比来说的话 这价比猫熊要好一些 但是论速度来言的话 我感觉 赶不太上猫熊吧 也差不多 电信用可能比猫熊要好一点 这是专线机场 其实 说实话 这个专线机场的延迟还真不一定 能赶上中转机场的速度和延迟 我把视频再停一下 我找个中转机场给大家试一下 OK 现在我用的是我博客前提前推荐那个 XFSS中转机场 它还在中转机场里面真的算是很良心的 给大家看一下速度 先从4K开始吧 你看4K就跳到了大概16万这样 然后切换到8K 怎么还拉跨了呢 翻了 我试一下这个 换一个节点 重新找一个8K视频试一下 4K 嗯 你等啊 是我这的问题吗 哎呀 我这的电信快点确实用起来不要难受 好了好了 这就不错了 这个中转机场 毕竟是中转机场 这个跟 中转机场还是没法比的 中转机场能保证 你的 不管你是什么宽带用起来都很舒服吗 没想到视频最后竟然翻车了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了 咱们下一期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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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